中银香港 中银香港的日线图 中银香港日线图上面 我和大家一样 是画了一些 量度升跌幅目标 这里的计法 当时我就是计 它由高位 30.5 跌到低位 28.7 反弹上来 看看0.618倍量度升幅目标 是到了 还要衝上去 30.6 而30.6 是比高位30.5更高 就是完成任务 现在又掉头跌了 一掉头跌,我怎么看呢? 我们先把这些量度升幅目标 应该是在这里 对不起 先把这些量度升幅目标 接着现在掉头跌回来 很明显 我们先看看图表的讯号 图表讯号 SAL还是好的 保理加通道中组就是淡 的 STC RSI RSI 就已经转淡了 跌穿了五天平均线 STC%K 依然是险首 在%D上面叫做好 MACD 仍是好 未发出牛熊光讯号的DMI 是淡的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之中 有两个利好 对不起 一个两个 没错 两个利好 三个应该是 MACD STC 三个利好 两个利淡 形势是偏好的 形势依然是偏好 中银香港的短期形势依然是偏好 既然是偏好的 OK 我们看完 即是短线投机 就可以用小柱来 买什么股分投机 刚才我说了 它跌到这个位置 支持 穿了 升了上 这个位置左力又穿了 即是说呢 穿了之后又上了回来 Sorry 穿了之后 这里穿了之后 上回来 这里穿了之后 下回来 即是这个横行区 还未被突破 所以我说 有待突破 就是这个意思 依然有待突破 是这样的意思 现在 这样跌下来 看多少呢 理论上 这个横行区 它真的可以跌下去 这个低位 28.2 28.2前面 我们也要关心看 这个28.2 升了上来 回落0.618倍量度 跌幅目标 到了没有呢 我会和大家看看 28.2 升到上去 30.6 30.6 OK 计准一点 28.2 30.6 大家可以看到 一点点的虚线 车线 回落0.618倍量度 跌幅目标 是29.111.7 是到过的 今天到过的 不过现在是带上来 带上来 29.3 即是有支持 那我就看着这条紫色线 29.111.7 如果收市位低过 那就不漂亮了 收市位高的 它依然是在这个横行区等突破 什么横行区 就是28.2 和30.6 情况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一个短期的形势 如果你说它真的要跌穿了 据来真的要跌穿这个 28.2 那下面看多少呢 我们来看看周善图